请收看 维新世界 艺术大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于鬼魏年7月9日 在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 仙佛寺天坛 经王禅老祖师尊 空界传心法 公路完成这部经典 天德经带领我们认识 南天世界的所在 南天门的殊胜 三十三天宫 及其守护天王的名号 天王所代表的精神 师父并开示 《鬼谷仙师天德经》 修持法药 当我们的生活面临考验 请打开修持法药 恭念四句记 这集是消灾化节的禅机 心法 我们特别邀请 热心奉献于书法艺术的 吴韵敬老师 陪伴我们走进经典 欣赏书法文字的流线 转折与趣味 各位微信电视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艺术大道 我们今天要进入的是 经典语书法 在宗主魂人禅师 以《易经》《风水》 还有宗教 三者的智慧融为一炉 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 行到至今 已经四十年的这个日子以来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更加的认识 《鬼谷仙师天德经》 因为这本经典在我们的 《维新圣教宗门》当中 它是主经 那很重要的是 它出现在许许多多的 消灾化解的法会上头 它有它的功德力 也希望大家认识它之后 跟着我们一起来持诵 甚至我们可以认识 《鬼谷仙师天德经》的修持法药 可以了解它如何运用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在今天的节目 都会跟您仔细地分享 同时我们邀请到的是吴运镜 吴老师 一起来享受这个书法的文字之美 吴运镜 吴老师 欢迎您 大家好 我是吴运镜 老师 今天我们就是要跟大家在一起 进入这个天德经经典 那么要来欣赏的是 第十七天宫的这四句记的记文 同时老师要跟我们分享 就是在这四句记里面 有哪些重要的字 我们写书法的时候 可以去掌握它的关键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写十七 十七天宫 那我们用简称严形的 今天是圆形 对 严形的造成 那最主要的严形 它有一个严心 严心所在 那严心 那我们就沿着这里一直折 那当然折越多 越多痕迹的话 它的圆形会越圆了 那到这边我大部分都折成三折 就是一张正方形的纸 然后再对折嘛 对不对 对折 好的 然后再沿着这个最尽头 有没有 这边 那把它剪下去 剪下去摊开 摊开来 就是一个圆形 那线纸 我通常 因为它有两面 通常还是写滑的那一面 比较光滑的 对 那现在可能 完了以后 因为它是散色状出去 那我们可能要有线 把这些线折出来 那这个就是一行一行的线 那折出来了以后 我们就沿着这个线去写 那就有一行一行的线 那原则上 第一行就不写 它不能够构成完整的 一个歌字 那从第二行开始书写 是 好 我们今天第十七天宫 它的位置是昆德方 好 那这个往往都好像不到一格 我都会选择另起一行 好 感觉是有留天留地的这个样子 好 那么在十七天宫里面 所属的天王 它的圣名是白金王 第三句 一心祝佑 有得人 好 第十句是 一顺四宝 无差池 一顺四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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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顺五宝 对 一顺五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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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八雷 一睡 一顺五宝 两者 一顺五宝 一顺六宝 一顺四宝 一顺五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让大家来欣赏一下 这圆形的真是很别致 不一样的感觉 请大家打开修持法药 宫念四句记 这即是消灾化节的禅机 心法 开启各种圆满的智慧 尤其学艺经风水妙法 能开启大智慧 就宫念 十七天宫昆德芳 天王圣明白金王 一心祝佑有德仁 一顺赐宝无差池 这圆形的真是很别致 是不一样的感觉 老师今天用这个 感觉这个笔呢 触感好像不太相同跟之前的 所以它摩擦力好像比较大一点是不是 今天用新笔 那每次拿到毛笔 我认为还是要好好去保养它 一支毛笔有时候可以用非常久 但是因为我们做毛笔的时候 往往它是做到这边 里面绑线 那我们洗的时候往往这边是洗不到 那洗不到 然后当然用完的时候洗洗完了 最好不要掉 那你应该 不要把它掉起来 不要掉起来 掉起来往往有没有 余膜就流到前面了 那前面就会干了 干了 硬了以后 下次你要用的时候 你还要去泡水 泡水的时候往往前后都固定 中间的笔毛比较容易断 就说你一定要会试得去保养毛笔 那我们今天就 我有带一些水瓢来 是 那因为以前 宴台有没有 磨墨的时候 它取水的时候 有没有 你这边应该是放 磨好的墨池 墨 那因为有时候古人写大字的时候 墨池是放墨 让它很大量写大字可以沾 那并不是完全是放干净的水 干净的水是额外 那古人有用 比如说水鱼 还有水滴这两种 水滴 那水滴有两个洞 那装水以后有没有 那两个洞 直接把它进入这个水里面 然后它就可以倒下来 这 就倒了就可以用 倒了就可以用 那这个水滴可以用 然后第二个就是像水瓢 水瓢我们放在水衣上面 水瓢取水这样 那往往就像学员来 我都告诉他们 用一瓢就好了 不要太多 不然你到时候磨不黑 磨不黑 那今天带来的这个刚好 十二生肖的水瓢 十二生肖刚好 十二支 十二支 那这个是锡的 看起来还蛮漂亮的 锡的 那古人的 那做得非常的精工 做得很精工 刚好十二个 今年是老虎 老虎 那整套 那磨磨的时候 有没有 往往有没有 磨 放下去 磨的时候应该是重压 轻移 重压轻移 重压轻移 重重的压下去 然后轻轻的移动 重压才能带出它的磨来 对 那真正出磨的是磨条出磨 那磨条会出磨 那磨台只是当垫底 所以 这个我常讲 磨台就像 我们这样 耐磨耐操 是 我很喜欢磨台 满好的一种 对 心性培养 他就是耐磨耐操 所以往往很多 建筑业 他们在起那个房子的名称 常常有磨这个字 磨台的磨 这好比代表 要的有的 对对对 耐磨耐操 就这样 然后磨完了再放在磨床上 这样 那实质上 干净的水并不是放在这里 干净的水是 放在水滴跟水移上面 OK 那以前就有水瓢 那水瓢取水的时候要记住 不要取太多 当你取很多的时候 可能要磨很久 可能就磨的时候 重压轻移 一回合就干了 那现在因为磨条跟雁台 都非常的精美 用起来实质上 是还蛮好用的 OK 好 我觉得这就是那个书法 在这种很潜移默化的过程当中 就让我们可以体会到它的这个趣味 一种气质感这样 这个 嗯 血缘里面如果是小孩子 我一定叫他磨磨 那小孩子超级喜欢玩水 来的时候就 有的血缘哦 只能糟糕 那就水换很多 那一直磨磨不黑 调皮了 对 那我就只好换雁台 再拿一个雁台给他哦 不然的话磨到下课还在磨 对可以玩很久了 对对对对 那因为小孩子哦 他不是没有玩过 而且现在哦 因为3C产品的充斥 再加上 颜值笔书写已经就已经很少了 能够懂毛笔的人也多 越来越少哦 书写上面哦 真的 所以一直想要好好把这些文化 有没有 去推广开来 让这些工具有没有 可以活化 真的我觉得这个写字哦 这个字就代表了一个人 看到字好像看到这个人一样 所以这个偶尔还是要另练字啊 对对对 我记得以前我们小时候也都有在练 硬笔字 硬笔 毛笔字也有 现在也有 专门的硬笔协会 专门在在推广硬笔 那坊间也有人在开这种班 就是硬笔书法也有 那当然我们这个书法班也 越来越少 有时候反而都 有些书法家 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 学员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那最主要书写的时候 很多人都认为书法是很脏 因为黑嘛 那还有再加上怎么样 书写的时候很麻烦 还要准备 鸡尸头 鸡尸头 要这么多 要我觉得收摘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有时候人家来 跟我学书法 我都会跟他讲 你回去可能要先准备一张桌子 那这一张桌子就是 道具都在这里 然后每次要写的时候 坐上去就可以写了 你不要 东西传传的 摔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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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 有四个字我们写的时候可以多注意一下它的美感 那怎么样可以写得更好 那我们先示范顺 顺 那顺三撇 我们选择第一撇是撇的 是撇过去 第二个 第三个就垂直下来 那像写这个直线的时候 你一定要牢记 上面 下面 都要出 中间有腰伸出来 比较美 然后再沿着这上去 再把页写完 就是字的仪态就是 对对对 有时候真的也还要讲究这些 美感 然后再空间把它平均分配好 那这些空间 你都要尽量的有没有 让它都一致 然后再规规矩矩的把这个撇 跟点有没有 把它做好 做好 顺 所以这个沿着这个过来 那空间差不多都这样 顺 那叶的笔画很多 像但愿人长久 那个愿不愿意的叶 是 但愿 右边也是叶 右边也是叶 那这一点就不要太过去 或者会打架 所以右眼 尽量把它做齐的动作 不会去影响右手边 那右手边就比较好摆 右手边就摆下来就舒服多了 就不会彼此互相影响 造成没有地方摆设 所以真的是要掌握当下这一步 就可以让下一步可以更加的顺利 当然这样 这个页 那其实页 草书更简单 怎么写呢 草书就这样 那草书 像欠 三点的 还有页 它全部都是这样 所以有时候 阅读草书的时候 要前后文看一下 或者 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字 对对对不知道什么字 这个确实 比较辛苦一点 阅读方面 顺 好 接下来 我们就是 四 四 四伏的四 那四 它 左边的背 当然就稍微小一点 不需要写很大 那右手边 那这一个步手 往往不容易写 那你摆的时候 要记清楚 它是一个散射状 然后散射状出去 空间呢 就在这个 好像好比这个空间 有没有 我们把它等分好 我们把它等分好 所以写的时候 稍微 用点心 才可以摆好 就这样 是 有时候这种空间 有没有 平均分配 在书法上面 是很重要的 老师点的这个辅助线条 真的让我们看得更清楚 对 有时候 因为 学员 随便就敷衍过去 我觉得不可以 尤其楷书 它需要 点点要做到 点点做到 有时候 差异就差很多 像那个 我们写 冲冲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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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更清楚 对 有时候真的 你把它四平八稳的排好 看起来舒服多了 十五多了 那有时候 在写是 还有物理的物 这个都是道理 都是一样的 它分别出现在不同的部位 嗯 对 那忽然的忽也是 嗯 嗯 嗯 这个完全哦 你就是要做好这个 散射状 散射状 这样空间都要一致性 那写起来才会四平八文哦 嗯 那这个行书 超漂亮的 我有时候都很喜欢写 这个物的行书哦 它是这样接连上来 上去 嗯 实质上是一笔画哦 行书就从这里勾过来 来接这里 那所以写起来哦 刚好一笔画 嗯 左右能够 尘美 那位置摆好的话 你大概就 八九不离十啊 写起来哦 这个四平八文的 最基本的一个美感 就可以呈现的出来 嗯 然后接下来哦 是宝贝的宝哦 宝贝的宝 那过年的时候常常写 宝 招财敬宝的宝 对 他是一个宝盖头 因为上面的盖子哦 是比较长比较宽 所以 宝这个字哦 大部分都是倒三角 倒三角的字哦 来 我们先来看老师写写看 嗯 那原则上哦 他 不是在正中间 稍微有点偏哦 稍微偏一点点 偏一点点 嘿 然后这个比例差不多2比3的比例 这个比较宽阔 比较宽阔 比较宽阔 中间的间隔也稍微平均哦 嗯 嗯 好 那下来的时候哦 本来在这里 后来重心就稍微偏一下 偏来这里哦 嗯 好 那他外形架构 就是一个倒三角 嘿 倒三角 那宝盖头几乎都这样哦 宝盖头这个字哦 都是这样 所以每次写宝盖头的时候 哦 像 嗯 最夸张的哦 像公 第几公 那个公 也是倒三角 那他真正的关键点就是 这个每一个空间都要 他差不多一样大 是 你千万不要很突兀 一个嘴巴很大一样 空间很大哦 这个口 所以哦 在写宝盖头的时候 我们可能在空间的平均分配要做好 那往往呢 他重心 并不是在正中间 稍微会偏一点点 然后下面呢 才又回到中间 那这样对称性会比较好 最主要我们写字哦 都会往右上倾斜 那往右上倾斜上去呢 刚好哦 有这个来做辅助哦 用重心的偏移的概念 看起来反而会更稳 是 这些字哦 除了公 还有长长的长 长长的长 当 长长的长也是哦 对我们都留在哪里 对我们都留在哪里 对我们有没有 然后我们就留在哪里 对我们大约那里 对我们的一个人 要用很快 对我们的音乐 对我们的音乐 好 对我们的音乐 好 就这样 OK 长长的长 上下跟左右这些空间 其实真的都好平均 好平均 对 那五位凯书 就像四平八稳 站在那里 坐在那里 所以对称性 以及空间的平均分配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其实我们平常在写字的时候 就可以慢慢的 就是不急不虚的去 写好我们的每一个笔画 那在这个写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有如我们在读诵一个经典 也是要不急不虚的 然后同时把这个经典 这个意义 也可以在这个脑子里面 去回想一下 去揣摩一下这个经典的内涵 那也希望在这个书法的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在体验 它的这个笔画线条的同时 也能够去了解 如何在我们生活当中 运用这个美学 让我们的心都能够 从忙碌当中缓和下来 然后达到更加疗愈的一种舒展 鬼谷先师天德经当中提到 若我们能够经常读它 供养它 并将其精神 力行在生活里 即使身在南天世界 三十三天宫之中 与玉皇大帝 诸天天王同在 也希望仰照佛力 文字美感的流泻 以及恭送经典的音声 传递到远方 让我们一同祈祷 世界和谐平安 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分享的是 第十七天宫 那第十七天宫呢 其实是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 求得更多的一个圆满 尤其是如果您 现在目前正在精进 《易经风学》 这些智慧心法的内容 念第十七天宫的话 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的 记得更多 然后智慧更好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也非常感谢吴老师今天的分享 谢谢您 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可以带给大家 我们也可以在家里面 报纸一铺 然后就动笔写一写 不管是硬体 或者是毛笔字都可以 那希望您今天 会喜欢我们的内容 也感谢大家 能够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 一起来参与 祝福您平安健康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圣经年轻市 Yeonp 美苏 阇 aesthetic 顿令盲 我能圣声 彂舞 赖 碎 住联想 轻鼻 祝福 尚 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